苗栗一名驾驶酒驾上路 立向停放在台三县南下道路上 警方发现正要上前盘查 没有想到驾驶竟然是加速冲撞警车 幸好远警的反应够快立刻跳开 同时也冲上前客令驾驶下车 一查发现这名男子除了酒驾之外 还藏有毒品跟猎枪 当场被压制遭到移送法办 大湖分局远警经过台三县南下车道 发现这部自小客车在北上车道逆向停放 立刻停在车前面准备拦茶 不料车内驾驶一丝喝酒喝太猫了 竟突然加速撞上警车 远警跳开冲上前鹤令驾驶下车接受盘查 当场闻到一股浓浓酒味 你喝酒来你手抱头你喝几瓶 34岁的徐姓男子束手就勤并坦诚酒驾 但案情没那么单纯 警方仔细搜查果然又从徐姓男子的身上和车内 起货毒品以及枪弹 车内收获安佩他命海洛因的毒品 及把自制煮造猎枪弹药等 该名男子面带酒容身上散发的酒气 经过检测徐姓男子酒测值0.24超过标准 加上警车被撞到凹陷 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写管制条例 毒品妨害公务毁损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败 至于枪支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远警都要进一步调查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